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闲情制作主持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节目呢是青春一起飞 哈喽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闲情很开心呢又在空中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见面了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了台湾第一位考取海峡两岸政兆的重度视障资商心理师朱欣怡 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她的新书大不破的玻璃心 那么在这本书当中呢欣怡跟大家分享了她过去在求学成长的工作或是婚姻的几个相处的过程当中 曾经面对了面临了一则又一则的难关 跟大家分享她如何面对如何在几个困境当中找到解决的方法 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欣怡会从自己的故事来跟大家做分享 好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先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 一起来欣赏由梁静如所演唱的暖暖 歌曲过后就来进行今天精彩的节目绽放 欣赏由梁静如所演唱的暖暖 随便的你说的我都愿意去笑活着摆动的旋律 都可以是真的你说的我都会相信因为我完全信任你 细腻的喜欢毛痰痰的好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观 分享的汤我们两只汤吃一个碗坐心房暖暖的好饱满 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真心的对我好不要求回报 爱一个人希望她过更好她从心里能懂得你比自己更重要 我都可以随便的你说的我都愿意去回忆里满足的旋律 都可以是真的你说的我都愿意去回忆里满足的旋律 我都会相信因为我完全信任你 细腻的喜欢你手张的后视感什么困难都觉得有希望 练乱满足的旋律 我恨这个你自然的旋律下一段我知道慢慢就在胸膛 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真心的对我好不要求回报 爱一个人希望她从心里暖暖的你比自己更重要 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从来都很低调自信心不高 爱一个人希望她从心里暖暖的你比自己更重要 你不知道真心的对我好不要求回报 爱一个人希望她过更好 她从心里暖暖的你比自己更重要 我也希望变更好 爱戴完就有机会拿大奖 欢迎参加2020台湾之最过三关有奖争达活动 这是今年度与台湾有约系列节目包含台湾红不让 台湾new一下流金风华两岸我的家两岸法律信箱 联合推出的双喜系列活动 第一喜有奖争达只要在8月24号到9月24号为止 能答题过三关就有机会获得包含品牌手表 饰品耳机以及台湾文创礼盒在内的超值礼品 第二喜现场扣印拿大奖 9月14号周一晚上7点一个小时当中 call in到节目就有机会 可以获得多样化的台北故宫精美礼品 一起努力过三关 与台湾有约带您深入认识台湾 努力过三关 我认识的认识是最大的答案 我认识是最大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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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你在世界的那个尽头 请你跟我这样做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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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rn on your radio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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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光海尔寄爱 Worldwide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当我们都在一起 在一起在一起 当我们都在一起 当我们都在一起 这也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节目呢 是台湾红不让我是贤情 接下来呢在节目当中 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义文部落格 在今天的义文部落格呢 要跟所有听众朋友 来分享一本好书哦 是由麦浩斯爱生活所出版的 打不破的玻璃心 穿越逆境的20个面对 那这本书的作者呢 是台湾第一位重度的 视障资商心理师 也是贤情的好朋友 掌声欢迎朱欣怡小姐 哈喽欣怡你好 哈喽欣怡你好 大家好 嗯 其实贤情真的有好段时间 没有看到心理了 但是呢 当我在看他这本书的时候 发现哇 这几年 我没有跟他相见的这几年 他做了很多了不起的事 也得了很多的奖 哦对虚荣的过往 不要讲虚荣 我觉得这也是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荣耀 他也得到了这个十大杰出青年奖 还有杰出心理师奖 以及呢身心障碍楷模精英奖 对 你真的得了非常多奖 对啊 就是承蒙大家不嫌弃 我真的觉得 我只是很努力做 但是能被看见 非常开心 嗯哼 其实心仪一直以来啦 从贤情开始认识她 我开始还要访问她之前 我开始想说 我到底认识心仪多久了 应该有快十年了吧 绝对是 因为你记得我们认识第一次 是在为梦想跨一步 没错 是一个 这个算是路跑活动 对对对 马拉松跑步 然后呢其他人都访问结束了 只有我一个人 死巴着心眼 然后一直问 一直问 还没想到说 这个主持人一问问那么久 问了快一个小时 是 就从那时候开始 是 结下了我们两个人的缘分 那是我心理师出道第一年 所以我们应该是 十年了 十年了 对 可是呢 虽然我认识心仪的时候 是她心理师出道第一年 但是中间我们当然还是有一些陆续的访谈 或是见面 但是有一些 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辛苦 比如说求职的辛苦 其实我是不知道的 对 所以呢她这本书里头我就知道 天哪 我知道她前半段的辛苦 但是不知道她后半段的辛苦 人生真的有好多好多的难关 其实呢 欣怡在这十年的时间 她真的很认真 很努力 所以她的故事 其实被很多不同的媒体 曾经报道过 那甚至呢 她跟爸爸的故事 这段互动呢 其实也拍成了影片 所以我相信有一些 在台湾的朋友 对于欣怡其实不陌生的 你可能都在一些媒体上面 看过关于她的报道 但是呢 我在看到欣怡的这本新书 《打不破的玻璃心》的时候 我心里头就有一个疑问 我想说 其实呢 以前可能都是大家来访问欣怡 然后欣怡呢 就分享了自己的故事 那么在这本书当中 她也是一样有分享她的自己的故事 然后等于 她输了她自己的成长的一个经历 但是我觉得这两件事一定不太一样 那其实呢 我觉得也是因为这个不一样 所以让欣怡会想要写这本书 对 我非常喜欢险情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就是我为什么要出这本书的 最核心的原因 因为我其实我真的想写的就是 每一篇专栏 我的20个面对 每一个面对最后 我都有一个心言心语的专栏 那是我以心理师的高度 来跟大家分享 要怎么面对这件事情 对 我其实最想写的是那个 可是我很怕别人觉得我在说教 或太学术 对 所以我前面用我的故事去引导你进入那个场景 所以我觉得别人在访谈我的时候 是以我的故事为主 他们想从我的故事里面听到一些东西 对 可是我写这一本书的初衷是 就是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些道理 是 对 或是一些方法 对 可是用我的故事来当做一个影子 让你容易进去 嗯 OK好 所以呢 其实在看这本书里头 我觉得真的会让大家更容易啦 去接受 你真的是 如果说是一本心理学的教科书 可能大家会看没两页就会睡着了 是 但是呢你在看欣宜的这个故事里头 我觉得她的故事里头 她还包含了什么 她还包含了很多 她可能跟自己的对话 嗯 对 她自己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 她怎么去思考这个问题 嗯 然后在后面呢 其实就会又丢一些些 关于专业的部分 让大家更容易吸收 更容易去接受 嗯 所以其实欣宜写这本书 最终的目的是真的希望大家 也许你生活当中面临的困境跟心意不一样 嗯 但是大家多多少少生活里头 一定会有一些不顺心不如意的地方 没错 可是大家怎么去面对它 怎么去解决它 嗯 我觉得对于每一个人来讲 这可能都是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功课 我们刚一直提到面对这两个字 其实也是这本书有告诉大家 要去面对 这个逆境里头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面对问题 然后解决问题放下问题 这几句话我们大概常常都听到 嗯 很多人都可以朗朗上口 但是真的能够面对的人 真的不太多 所以这时候我们要请问一下 我们专业的心理师啊 为什么大家都知道 但是为什么都做不到 为什么会知意行难呢 你知道面对真的太痛苦了 嗯 嗯 谁想要面对自己的小心眼 嗯 谁想要面对别人不爱我的事实 嗯 所以想要面对自己可能 嗯 其实我不太想要去面对接下来社会的残忍迫害 所以我继续升学 嗯 所以很多人其实 呃 他好像是有一个 一个好的状态 比如说我赶快去结婚 嗯 嗯 我是为了 呃 我看起来就一直念研究所大学 一直很好学啊 嗯 这样不好吗 其实不是不好 而是他内在知道 其实他是为了逃避出社会 嗯 我遇到太多的人是 因为面对真的太难了 嗯 嗯 不管是面对外在的问题 或面对我们内心的问题 嗯 嗯 都非常困难 所以 嗯 我觉得如果简单的是 我们就不需要写书了 哈哈哈哈 如果简单的话 就不需要智商心理师的存在 哈哈 我们就没钱赚了 哈哈哈哈 好好好 所以他困难 所以我们需要专业 对 我们需要专业的书籍 我们需要专业的智商心理师 所以我的副标题 本来啊 嗯 呃 因为本来是 我想写一个 骗得了自己 骗不了别人 骗得了别人 也骗不了自己 对 我觉得因为大家太容易做 自欺欺人的事情 因为这样生活会比较好过 嗯 嗯 所以真的是很很不容易啦 对不对 可是呢 我们还是要面对啊 因为如果不面对的话 其实问题他还是依旧在那儿 躲得了一时 躲不了一时啊 没错 我就说 就是我们卡在那里 嗯 我们现在拿个黑布把那个问题盖住 我们以为他不存在 那我们会比较心安理得 好像比较好过了 嗯 可是你会发现你卡得越久 你的人生就停住越久 痛苦也会越久 嗯 OK 所以其实他 即使他很困难 他其实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嗯 大家还是要学习如何去面对 嗯 像欣宜这本书里头 其实是告诉了大家 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二十个逆境 他自己是怎么做到的 嗯 可是我就想要问一下欣宜 可是他真的好难啊 我们可以怎么办 我们除了可以看你的书 这又来了 你知道有的人他真的看了好多的书 嗯 他可能也去找了智商心理师 对 可是他还是很困难 所以到底怎么样可以有这个面对逆境的能力呢 嗯 这个东西我真的觉得他需要就是先行我们之前在花絮的时候 谈的修炼场 我觉得面对也是一个人生的修炼 嗯哼 不停的在修炼 像我这本书提到了很多像面对残缺 面对失落 面对自我否定 面对自卑 面对示弱 面对被拒绝 面对质疑 嗯哼 一再不停的修炼 可是我觉得面对有三个层次 是我在这本书里面没有提到的事情 就是如果你说 面对到底有什么东西 其实我想要让大家看到的是三件事 每一个故事你都会看到三件事 第一件事叫做上脑 也就是你的脑子里 要知道这不是别人的问题 而是你自己过不去的一个关 是 对 你要先有觉察 你的脑子里要先意识到 像我那时候看不见的时候 我真的都觉得是别人对不起我 然后是别人歧视我 你还不愿意去正视你真的看不到这件事 对 然后求职到处碰壁的时候 我也觉得雇主很坏 对 我都觉得是别人的问题 可是我没有把我的责任扛起来 就是我要觉察 是我的哪一部分 我没有过关 嗯 然后第二部分是上心 心里的心 就是你心里真的要领悟它 嗯 就是你要领悟到 哦 我觉得我 原来我有一个这么龟毛的状况 是 然后我要去领悟说 哦 这件事情对我真的造成太多的好处 所以我很爱龟毛 但是同时它也让我累的半死 嗯 像我现在就出这本书真的很努力的养大它 让大家知道 所以我就觉得 哦有时候 我的身体 会受不了 我心里很快乐 可是我身体会受不了 是 所以从心开始去领悟这件事情 领悟完以后 有可能是痛哭一场哦 比如说我在面对安逸的那一 那一个篇章里面 我就写 我的朋友 点醒了我一句话 她说 朱欣怡我以前很引以 以你有这样子的朋友为傲 可是我现在觉得 你怎么这几年都在原地打转 嗯 那时候我真的很想 捂住耳朵说 这句话才不是真的 我回家 还是要努力啊 对啊我还是要努力啊 就很想马上就跟她讲说 不是 你错怪我了 不是这样 然后回去就大哭一场 有时候那个领悟是很崩溃的 嗯 嗯 然后很让人难受的 可是 领悟完以后 你才开始有清明的 思考清明的情绪 嗯 那我要怎么找方法 来对付我自己 所以第三个层次叫上升 嗯 就是你把你的面对 你真的要落实 在你的生命里 嗯哼 落实在你的生活经验里 尝试练习和实验 嗯 嗯 我们的面对 嗯 这才会有用 所以 闲青刚才说 有很多人看了 也看书啊 对 也找了心理諮商师 但是因为上脑上心 别人可以帮你 上升 真的没有人能帮你 是 哦 别人可以帮忙提点你 对 对 对 然后可能可以戳破你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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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你可能都知道了 你也领悟到了 对 但你不愿意改变 那你就是冤地踏步了 那我 对 没有办法 嗯 嗯 可能就是三个步骤里头 你有哪一个步骤上面 其实你是没有做到的 嗯 所以要上脑上心 要上身 才面对 其实我觉得刚刚欣妮有提到了一个重点 在上身的部分 我觉得它其实是很重要的啦 嗯 就是你要始作 但是 我们要请问一下我们的资商心理师 是不是做一次我就会面对了呢 哈哈 怎么可能 所以我刚才都说实验 实验的意思就是 就是try try看 因为你要用 改变成一个新的你 那个新的你是未知的你 嗯 你怎么会有把握 那个是好的你 嗯 对所以我们一直要抱持的一个实验的心 心情去 去改变我们自己 嗯 那有时候 那个改变只有一条路哦 比如说 拿起我的白手杖 我只有这一条路可以选啊 嗯 我的面对我只有这一条路可以选 可是 比如很多事情 比如说面对金钱 我可以有很多种 可能我可以选 我可能还是决定不去跟人家谈钱啊 嗯 我还是决定 呃我就维持一个清高的助人者形象啊 我可以有很多的选择 可是我要改变到哪里 嗯 所以我需要找方法来 试试看 试试看 哪一个位置是我最舒服的 嗯 让我的心里那个清高的小公主 和那个很需要金钱的无底洞 两个又是可以平衡的 是 嗯 OK 所以其实啊 对于面对实作这个部分上 实验的部分上面 就是大家真的要去做 可是你也许没有办法做一次做两次 你就找到那个方法 你可能不断不断的在那个过程当中 你可能要问问自己 这是不是你喜欢的 这是不是你愿意做的这个部分上面 有的时候你可能要稍微勉强自己一点 有的时候呢 可能 我觉得在那个部分上 不断不断的反省 或者是这个自省的部分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我在看欣宜这一本书里头 其实她谈到了好多好多 面对人生当中的逆境 那刚刚其实欣宜有跟大家谈到了 面对一些面对这件事情 但是我在看书的时候 我还有一个想法 因为其实书里面呢 其实分成四个篇章 然后从这个我与商 我与人 我与这个牙 我与梦 四个部分上面 然后来谈这个欣宜在生活当中 应该从她15岁之后 一直到现在 对不对 她面对的一些人生逆境 可是我在看书的时候 我有一个疑问 就是我们常都以为说 前面那个逆境我过了 应该我后面就一帆风顺 但我发现其实没有欸 其实并没有 是 你就说 你对我的人生上半场很清楚 哈哈哈哈 可以看到她人生下半场的时候 我本来以为她人生下半场 哇 这个这么厉害 对不对 台湾第一位的是这样 这张事情是真的太厉害了 应该 就很棒了 接下来人生应该就一路顺畅 其实没有欸 接下来还是一样 很多的关卡 很多的难关 所以你有没有觉得 很 一个是 我觉得很残忍 就是我们从来 面对就是一个 never ending的过程 所以就一关过完 还有一关的意思就是 对啊 接下来我可能就要面对 很多人已经开始指定了 比如说面对手足关系啊 哈哈哈 人生不同的关系 对对对对对对 人生开始已经有很多人下订单了 跟我讲说以后可以写什么面对 是 对可是 一方面你会觉得老天很残忍 怎么对一个人的考验 并不是 你从接纳自己是个事上 从你找到工作以后 然后好像就波云见日一帆丰盛了 怎么那朵乌云随时会飘过来 可是我觉得 也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人生有太多机会了 嗯 我们一直都有机会 让自己变得更好 因为你面对了一个功课 你就会再一次的突破自己 嗯 和 那个叫蜕变 是 蛇脱皮 哈哈 我们再 再有一个很好的新的生命 是 然后再面对一次 然后再有一个更好的自己 嗯 嗯 所以我们不停的在接 接近 靠近 那个更完美的自己 或更喜欢的自己 嗯 的那个路上 大家一定觉得 你看 这就是资商心理师会说的话 哈哈哈哈 要是我们怎么可能 我们平凡人 我们就会觉得说 天哪老天对我真的是太不公平了 我的苦难还没有受尽吗 嗯 对不对 可是想问一下心意 我觉得难道你心里头 没有一点点埋怨吗 你面对这样的状况 我觉得 怎么可以过了一关又一关 我觉得那个情绪像什么 什么东西 感觉你好像觉得我 过了很难的很多关 对不对 没有我觉得在 比如说像职业的部分 选择 其实就是 可能以为会顺利了 我觉得你当时自己也以为自己 应该会顺利的 可是其实没有 像 后来心仪进入到了这个黑暗企业 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很棒的 一个社会企业的模式 那对于市场者朋友来讲 他其实又开拓了另外一种可能 我相信心仪当时接触到的时候 你应该也觉得 她是另外一种希望跟可能 对 可是要稍微先跟大家讲一下 黑暗企业是什么 心仪先介绍一下 嗯 黑暗对他的社会企业是一个 教育训练的平台 嗯 我们用黑暗来作为教育训练的素材 所以我们会把所有的明眼人哦 都关到黑暗里面 对对对对对 在黑暗里面让你练习各种各式各样的任务 嗯嗯 然后你就会充分 因为我们最常用的80%以上 都是用视觉在跟这个世界互动 嗯嗯 当你失去了视觉以后 你的盲点都被凸显出来了 嗯 嗯你才会发现 哦原来我自己以为的跟我自己想像的 原来跟真实的我有一段落差 是 嗯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才开始去 从心理由领悟 然后到最后 我们会引导你一些行动计划 嗯嗯 就是上脑上升 上升上升的过程 是 OK好 所以心仪那时候加入了这个 黑暗对话企业里头 嗯 其实他们那时候呢 就是在培训这个是这样的朋友 对对 当当这个讲师 然后呢 就是能引导一般的朋友 诶在这个黑暗的密闭的空间里头 这也是一个超大的逆境 对 然后你怎么去面对自己 然后怎么去发现自己 所以他要扮演一个 其实是一个引导者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嗯 那我们刚刚要回过头来讲 就是诶 我觉得这个非常适合心理去做工作 因为他又是智商心理师 嗯 对不对 可是呢 我在看了书之后才发现 我其实不是 对你来讲 那时候做其实还有一些困难 非常困难 因为我不止眼睛有问题 我的耳朵右耳 是完全听不到的 嗯 还有我右边肢体 还有右边颜面神经 都因为那个脑瘤 所以整个压迫又厚一阵了 嗯 对所以不是那么的灵活 那 可是在黑暗工作 就会发现耳朵超重要的啊 嗯 就是你必须听声辨味 而且我们是里面的工作人员 你要更灵敏 对我要更灵敏 我要去引导 因为明眼人一进到黑暗 怎么可能知道方向 怎么可能了解所有的事情 不可能 所以大家都是手足无措的进来的 嗯 你要很有镇定的情绪的能力 你也要很快的能引导他们 给他们适合的东西 哦发现我手拿教具也是个问题 嗯 然后发教具也是个问题 嗯 然后引导别人也是个问题 找人更是个问题 嗯 对 所以我在里面就觉得我 原来连当个视障者都不配 嗯 是 可是这是一个很大的挫败啊 对 那是一个很大的挫败 可是那次就是 呃我觉得 我就面对 嗯 嗯 怎么怎么说面对 很多人说面对不能解决问题 嗯 面对本来就不一定能解决问题 嗯 只是面对会让你看清楚问题 嗯 然后看清楚哪些是你要实力的 哪些是你不要实力的 是 对 所以当我 呃有一次在捷运上 看着我 那根白手杖 我本来那时候已经在捷运上泪流满面 因为我正好培训结束 我那时候就 跟我自己讲说算了 黑暗对话你真的不要去了 嗯 然后你不可能当一个培训师了 嗯 然后 泪流满面 因为我很少有放弃过一件事的经验 嗯 对 然后可是我当我看了我的手杖 我要下车的时候 我看了我的手杖 我就觉得 哇天哪我怎么那么好笑 嗯 嗯 因为如果我连 失明这件事我都可以接纳 为什么我没有办法接纳 我是个听障 还有我是个知障 嗯 是 对 所以 我觉得那是心里一个很深的领悟 就是 嗯 这件事情 也许我真的不会当个培训师 可是我接纳他们 接纳我是听障 接纳我是执障 当然都是有可能的 嗯 所以我隔天去黑暗对话 培训的时候 我就跟所有的人公布了这件事 嗯 然后叫大家一起来帮我说 你们帮我想想办法 看看我还可以怎么在黑暗里面工作 嗯 然后我自己 也尝试了非常多方法 最后在捷训的时候 因为捷训之前 我们的总培训师要考核我们 然后要颁发培训证书 看有谁通过了 可以当正式的培训师 对 所以那时候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他 告诉他 我做了什么努力 别人是怎么样帮我 然后我们最后达到了什么样的期许 然后可是我也告诉他 如果你要刷掉我 嗯哼 我非常乐意接受 嗯 因为我知道对我来说 这真是个困难的 对 然后 对你们来说 我也觉得这是理所当然 因为你们是雇主 你们必须得这样要求 嗯哼 你们的员工 可是我说你如果愿意给我机会 我一定会再尝试 嗯哼 然后结果 总培训师就把第一张合格证书办给我 哦 是 所以他能解决问题 面对是不是真的能解决问题 我觉得不见然 嗯哼 对因为如果我写了那封信以后 培训 总培训师跟我讲说 那朱信以我们很激赏你的努力和勇敢 可是我们这里真的不适合你 嗯哼 那我也心甘情愿的接受 是 对 所以他不一定能带来所有结局都是最完美的 嗯哼 对但是会让你闯过一关又一关 面对自己最深的恐惧 嗯哼 我很喜欢刚刚欣妮讲的 其实面对不一定呢可以解决问题或者是达到你想要的目的 对 但是面对可以让你看清问题 嗯哼 然后我觉得甚至他可能因为你面对他 也许达不到你原来设定的目标 但是也许他会长出另外一份面貌 没错 非常非常正确 爱是两人一张棉被 也是一人一瓶精水 都说对 爱是送一百只玫瑰 也是让尺体开花人 就OK 人间的青草地 只要浇水 内心的花园就 不会枯萎 把最甜最好的滋味 散步到 东南西北 什么比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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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美 爱让人安心在梦中 熟睡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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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美 美在每一个人都会 爱是让人感动流泪 也是停止制造伤悲 都答对 爱是为好朋友结尾 也是为陌生人破废 就OK 就OK 人间的青草地 需要浇水 内心的花园就 不会枯萎 把醉甜最好的滋味 散步到 东南西北 什么比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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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美 爱让人安心在梦中熟睡 oh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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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美 最美 美 在每一个人都会 爱肯付出的汗水 爱笑王子的蔷薇 爱与祖山的兄弟姐妹 爱所有青山的水 爱所有难忘约会 爱上对爱的体会 只能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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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美 它会结成最安全的堡垒 什么比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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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美 美在只要有心都会 学会 不用什么只会 只要有心体会 爱让每人都有机会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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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你在世界的那个尽头 请你跟我这样做 Oh Oh Turn on your radio Oh 阳光RTI Worldwide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节目呢 是青春一起飞 我是贤情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 为大家邀请到了台湾第一位重度视障 智商心理师朱欣怡 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进行分享哦 刚刚呢 欣怡跟大家分享了 她在生活过程当中 所遇到一些挫折 可能有些听众朋友 会觉得很好奇 欣怡是如何去面对这些事情 心里头难道没有埋怨吗 我觉得好奇怪 还是你的专业训练 让你其实真的养成了一种 可以正向思考 不会耶 我觉得大家看我的书 就会发现我还是个人啊 还是凡人是不是 对就是我还是一个很烦很烦的人 是 对 可是我觉得 应该是这么讲 我觉得 我的脑海里 很确定的一件事 老天真的不公平 老天真的不公平 他比较偏心我 怎么可能 大家没有觉得他比较偏心你啊 可是我真的觉得大家 静下心来想想 如果有人 就是大家有在广播旁边 能够听到这段话 我觉得大家可以想想自己 人生真的太多不公平了 可是 你不觉得吗 连我自己都常常这样觉得 我觉得老天真的好偏心我 他把很多很好的东西都给我啦 那 我 呃不能说那句老生常谈 就是笔上不足笔下错错有余 我没有在跟上面或下面比啊 我只是在跟我自己比 可是我觉得我 失去的很多 但是我 得到的也很多 不是吗 嗯 老天真的很不公平 嗯 可是我真的觉得 他很爱我耶 所以 所以你你其实心里头有一个这样的信念的时候 所以你在看很多事情的时候 所以 虽然会愤怒 虽然会有不平 虽然会有埋怨 对 但是你你会比较容易 在那个情绪上面得到和和缓解吗 对 嗯 因为我会发现 呃从我的生命历练 就会知道 这些东西都叫情绪 嗯 可是怎么 怎么去穿越这个情绪 老天最后一定会给我一个很好的回应 嗯嗯 就像我一开始 嗯 好不容易争取到了师大心腹系 嗯嗯 欢欣鼓舞就 他就变成世障者的第一志愿 所以 其他人就考上了 啊我就落榜了 是 对 我觉得 这时候我真的觉得老天怎么那么不公平 嗯 嗯 然后 呃他折磨我一次还不够吗 然后折磨我那么多次这样子 就心里会这样觉得 可是会觉得 又会有另外一个声音 就是心里的那个声音就是 可是其实 他没有让我走过冤枉路 嗯 这是应该是 过了好几年之后回头看吧 没错 那个当下你还是很埋怨的 当下当下是 呃没有耶 我应该是说 呃因为师明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真的 教会了我很多事情 嗯 嗯 就是我 当下很埋怨我的师明 但是当我从师明的三年四年 慢慢能跟自己稳定相处了以后 我发现师明 教了我好多事情 比如说 我以前看不到别人 有眼睛 可是目中无人 嗯 可是从 师明以后我去看到别人 或者开始学会 什么叫谦虚 以前在我这个字典里面 没有这样 什么叫谦虚 而且真的是觉得 自己满卑微的 就是 在宇宙里面 我是那么小的一个螺丝钉 可是我能把这个螺丝钉扮演好 我好骄傲 嗯 那种感觉我从来没有过 然后那么踏实的感觉 师明也从来没有 师明 教会了我这件事 因为以前 我都在每天跟别人比啊 嗯 你知道每天都在患得患失 就很像踩在云雾上 你知道吗 你从来不知道 自己是哪颗充哪颗料 只知道不停的要去 增强夺盛 因为15岁以前的心仪 真的是校园风名人物 要参加科展 什么比赛都无往不利 所以是非常非常优秀的 对 可是师明以后我才知道 什么叫踏实欸 嗯 脚踏实地的 你一步一步在跟自己比 在超越自己 在越来越了解自己 哪些能哪些不能 嗯 嗯 我觉得那是 呃 师明带给我的 所以 我觉得从师明之后的 我的人生观啊 嗯哼 就非常不一样 是 所以这一次在遇到 呃 不管是落榜 或以后求职被拒绝 或是黑暗对话 呃 的这些状况 呃 我觉得我都会挫折 都会懊恼 都会沮丧 嗯哼 可是我心里会觉得 没有过不去的 嗯 嗯 是 所以我觉得从刚刚欣宜 跟大家分享一头 其实也是我在看到 这本书的时候 也让我心里头 在思考一件事 我们从头到尾呢 都跟大家谈到 欸其实人生困境 真的很多 很多不同的状况 面对真的很重要 对不对 可是我发现这个面对的能力 它好像似乎是可以被 训练可以 跟被培养的 就像刚刚欣宜在讲 欸因为最早的那个15岁脑流 然后失明带给你的冲击 你花了一段的时间 其实还蛮长的一段时间 然后怎么去接受它 然后到后来 你再遇到一些其他的状况的话 其实像上了大学念书或求职 甚至在爱情的部分上面 我觉得 那个好像面对的能力 它会变得比较强一点点 是 我在上那个 最近我一直在帮大家上一堂课 因为现在正逢逆境 我们现在这个疫情 对 正逢逆境 所以每一个人都遇到很多 前所未有的逆境 然后从来不知道 原来人生那么无常 原来一个意外 就会导致我们的生活整个瘫痪 对 那我 就最近在一直教一堂课 叫做 复原力 Resilient 就是人要怎么从 挫折里面复原 嗯 那 最明显的一件事就是 以前的成功经验 以前你有面对过挫折的经验 是 这个是你最大的养分 你知道吗 是 没有遇到过的人 很难复原欸 嗯 所以 为什么我们说 从小孩子就要 接受一点一点一点的挫折 其实我们是在给他打疫苗 嗯 嗯 让他去面对 真养 养大他的复原力 对 养大他的复原力 没错 帮他培养心理的免疫力 是 打疫苗 是 能够去面对 后来会产生的很多很多的困境 嗯 这就是为什么信仪说 他真的觉得上帝对他是偏心的 对不对 所以他现在复原力其实是很强大的 对 哈哈 因为前面真的经过了非常非常多的机会 也透过这些不同的机会 然后长出不同的这个能力哦 好那在心仪的这本书当中 其实刚前面有提到的分成四个篇章 我与上 我与人 我与牙 我与梦 那在四个篇章里头 其实我觉得就把心仪在过去的这个将近四十年的这个四月里头 遇到的事情 就泄漏了 泄漏了 你自己也写得很清楚 哈哈哈 然后呢 他遇到的一些状况 他如何去面对哦 那其实呢有一个篇章啊 是我其实从十年前访问心仪的时候 其实那个他讲这个故事就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当然现在也写在这本书里头 他现在开始好奇了 到底我印象深刻是哪一个部分 因为我们常常谈到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直接联想就是 我要非常的强大 我不能够随便示弱 我不能够让别人看到我的那个懦弱的那个部分 我不能看到让别人知道我其实是不行的 对 可是呢其实心仪在这本书当中 在我与人当中 其实有跟他就当时我访问他的时候他有讲 他跟他的这个松山高中的同学 对 然后一个相处的过程 也是因为他跟我讲这个故事 我才发现 哇原来 人要示弱也是一种本事耶 对不对 然后能够去接受别人的帮助 这也是需要学习的一件事耶 这对你也会是个困难吗 我觉得是 是哦 嗯 因为我也常常被人家问到这个问题耶 嗯 嗯 因为真的很不容易 因为我们从小都告诉我们要够坚强 然后要告诉我们 遇到问题 要勇敢面对 对不对 然后要告诉我们努力的去解决他 对然后可是 好像都没有人告诉我们说 你不行的时候记得要呼叫哦 然后不行的时候 记得要请别人伸出援手 我觉得在台湾的教育里头 其实这个部分上是比较少的 因为觉得好像示弱 我就是一个loser的 嗯 就 没错 我觉得是 就是我们勇敢坚强 可是 我觉得在 我的体会里面哦 能穿越逆境的 只有柔软耶 嗯 勇敢坚强 都是柔软 嗯 的勇敢坚强 嗯 就是 怎么办 这又是一句老生常谈 叫老子说 柔弱胜刚强 哈哈哈 我真的 哈哈哈 我真的觉得能挺进 一乖越义乖的 就只是柔软 嗯 然后懂得示弱 嗯 对让自己有弹性 是 才不会被折断 嗯 对那 我觉得 我真的被好多人问这个问题 嗯 就是 朱欣妮怎么能 这么理所当然的 我不是 认为 你帮我是应该的哦 嗯 我不会这样认为 可是我很理所当然的 去很大方的 告诉别人我的需求 对 敞开我的 嗯 那个内心 然后跟大家说我的 需要的帮助是什么 其实 连我主的出版社在过程中 都一直跟我讲说 他觉得这件事很难 嗯 为什么我可以做得到 嗯 嗯 那 那你怎么可以做得到 我觉得 不是我厉害 这件事真的不是我厉害 而是我同学教会我这件事 嗯 就是 嗯 在一次 报告 写报告我们要去基隆的过程中 我的高中同学们 就陪着我一起到基隆山 那我们上山很容易 可是下山的时候就路上出现一条大山沟 嗯 我那时候真的是超级惊吓 因为我看到同学们 都可以这样跳过去跳过去 然后 很一个拉一个推也都过去了 可是我就是没有人要理我 你知道吗 嗯 我那时候心里真的超害怕 就觉得他们要放弃我了 嗯 然后 我发现同学跟我讲 等一下 然后 他们就开始窃窃私语 然后 我们这一组 唯一的两个男生就趴下来 在山沟上给我当桥 然后两旁的女生就扶着我过去 是 我那时候心里真的是有一点讶异 很非常的讶异 他们怎么能这么做 对 因为以前我超级 看不起别人 呵呵 就是我不觉得别人有什么了不起 嗯 然后 可是更让我讶异的是 我们第二站到了和平岛 要跳过一大堆大石头 才能到海边去摸那个海水 那时候照片合成技术不好 嗯 然后所以同学坚持我 一定要跟他们一起到海边去 我说我怎么可能 从那些石头上面跳过去吗 嗯 同学就真人实境的傀儡系上演 每一个人控制我的身体的一部分 嗯 然后要 然后带着我 我现在要踩哪里 然后 我现在要看哪里 他们就真人实境的傀儡 我觉得那个应该 一个人拉左脚 一个人拉右脚 对 然后就这样反手带我 我觉得那条路应该 他们自己应该 很快就可以到了吧 嗯 可是带着我 他们可能要花一个小时以上哦 嗯 然后大家都和刘夹备这样 到那边以后 全部的人都围着我 一起欢欣鼓舞 然后说朱欣怡哇 你做到了 是 可是那时候我真的 我第一次这么看到这群同学 嗯 原来 我以前觉得很 不能接受的同学 或者是我觉得都是你们对不起我的同学 很排斥我的同学 原来 人是这么可爱的一群人 嗯 然后我要让我自己成功 比如说我要到岸边 我要过山沟 原来我要靠很多人的帮忙 大家要一起成全我 嗯 我才有办法做到我想做的事 所以那时候我开始 突然意识到我的生命里 不是只有我一个人 我太自我中心了 嗯 我看到的都只有我自己 我看到了别人 我觉得更让我 惊讶的是 当我回去以后 然后我们都要写心得报告 交给老师 老师偷偷带我到 教师办公室 去看 我们这一组同学们的报告 他念给我听 你知道每一个同学的心得 都是写他怎么帮朱欣怡 怎么扶朱欣怡 然后用了什么方法来弄朱欣怡 觉得好 好有成就感 好满足 好快乐 然后原来是成绩低落的那些同学 因为这次的经验就觉得 诶原来自己很有用 是 对 然后甚至还有其中三个人 以后想要考助人科系 嗯 就是当时想不到的 对 我就那时候觉得 哇塞 示弱到底是谁在弱啊 嗯 其实 诶好像也不是你喔 对 对 是谁在弱 所以他们也有弱的一面啊 只是他们在帮我 他们从帮我的过程中 填补了自己的弱 嗯 开始看到自己很强耶 是 还可以帮别人 嗯 那我是弱 看起来我也好像是接受帮助 嗯 我是弱者 可是其实我也在给他们一些不一样的经验 嗯 所以 到底施和寿的人是谁 是 施比寿有福 可是到底是谁在施 谁在寿 嗯 哦 是 所以我觉得那个施与寿啊 以前我们可能会觉得它是单向的一个箭头 对 好像是给予 对不对 对 但是听刚刚信仪跟大家分享一头 我觉得施与寿它应该是双向的箭头 没错 对 你既是一个 帮助别人 其实你也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也有满满的这个收获了 对 所以重点是我们怎么让那个双向箭头是好的 嗯 让别人愿意帮你高兴帮你 从帮你过程里面可以得到快乐 嗯 而你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回馈他一些 他心灵可能不足的 或他没有的 嗯 他给他一点快乐有什么不好呢 是 大家都开心是很好的事情啊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 又打破了大家很多的 你可能原来的一个可能想法 好 我觉得这个又是一个 可以值得大家好好思考的部分 哦 其实在心仪的这本书里头 其实因为他都利用他自己的故事 然后呢 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心里的专业知识 然后其实他 我觉得他非常容易读 然后我相信大家在这个心仪 这么多的人生故事里头 也许有几个篇章 你会发现你可能也面临过同样的困境 也许你还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解决 或是怎么样去面对 那你可以看看心仪是怎么样去做这件事情的 那欢迎大家呢 可以来看看朱心仪的新书 就是打不破的玻璃心穿越逆境的20个面对 今天也非常谢谢心仪在空中 跟大家做很精彩的分享 更多精彩的内容 欢迎大家来看看心仪的新书 但是呢如果说你觉得看书还不过瘾的话 其实心仪还做了很多不同面向的尝试 可以利用了非常多不同的管道 让大家可以找得到他 非常多 我有个人的官网 然后我的YouTube 我的粉丝专业 还有我的部落格 都叫做视障心理师朱心仪 视障心理师朱心仪 所以呢你只要在这个搜寻引擎网站 打视障心理师朱心仪 他就跑出一排 就可以让大家透过不同的管道不同的方式 可以看看心仪现在在做什么 他有哪些要跟大家分享的 但我们最后呢要放一首歌 就是呢这位这个资障心理师非常的厉害 他不仅能说能够写他还能唱 最后呢心仪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他演唱的一首歌曲 这首歌也是你自己填词的 对不对 对可以说是词曲编曲 编曲也是你啊 没有啦 编曲没有我 可是就是我们一起共同创作 是 然后一起去完成了这件事 就是我跟这个说起来真的是 让我觉得脸上很有光 就是全亚洲第一位看不见的音乐剧 乐团指挥王俊杰先生 是很厉害 钢琴诗人 对 然后就跟他一起合作 我们写了一首歌叫放心的沉默 因为那时候他就问我说 诶欣怡你有什么话想讲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写词 对 可是那时候他就说 你只要讲出你的话就可以了 是 对 然后那时候我想我最想讲什么话 就是我不想说话 哈哈哈哈 因为平常都在说 对 然后我就说 我想说的就是我回到家 我真的就是呆呆看着 傻傻笑着 我完全不想说话 然后就享受那个氛围 我觉得这个氛围带给我最多力量 所以我写了一首就是给我整个家 的一首歌 叫放心的沉默 嗯哼 我觉得真的很棒欸 如果再一个你都不需要说话 但是给你有足够的安全感的地方 对 那也是一个好幸福的事情 对 所以很多的力量原来不一定是 慷慨激昂 对 它就是那么的温暖和安全的一种力量 嗯哼 所以这就是你讲的 其实能够穿越逆境的力量 柔软 其实是很重要的 好 像个蓝腰 像呼吸 把烦恼都吐出 感谢 感谢 终于 我要回家 也许回到家等我 只能够去这一个人的晚餐 也许回到家等我 回了明天还要跳的夜站 其实回到家等我 就喜欢静静坐着和你们一起吃饭 其实回到家等我 就喜欢享受不必说话的幸福平凡 听你们懂家长 西家段 厮杀间生活 的片段 我不想说话 我就是要 一直感受着 这样白白看着 这样傻傻笑着 是你们给我祝福的温度 我不想说话 我就是要 一直享受着 这样温暖停车 这样自在放松着 如果你也曾相信我 为我感动过 那是我的家 给了放心的沉默 所以我 可以更宽阔 在我 是我的家 接下来 她 没有 也有 我 知道 来 你 就 我们 就 就 把它 看着 pressures 也许回到家的我 只能够吃这一个人的晚餐 也许回到家的我 为了明天还要跳的夜站 其实回到家的我 就喜欢静静坐着和你们一起吃饭 其实回到家的我 就喜欢享受不必说话的幸福平凡 听你们懂家常 西家的宿舍间生活的片段 我不想说话 我就是要一直享受着 这样呆呆看着 这样傻傻笑着 是你们给我祝福的温度 我不想说话 我就是要一直享受着 这样温暖跳着 这样自在放松着 如果你也曾相信我 为我感动过 那是我的家 给了放心的承诺 所以我 可以更宽阔 所以我 变得更宽阔 你好 哇 好好美啊 好丝尼啊 这些粤语的问候语 许多人都朗朗上口 而你 真的了解香港吗 杨广开辟全新代状节目 这样看香港 一周五天 规划五种不同类型的节目 统统跟香港有关 周一 香港在昂赖 卖雷拉外 来自香港的年轻世代 要用年轻人的语言 解读香港的大小事 周二 七一五公里之间 举家从香港移居来台的 夫妻党 朱宰与美智 将以知性 轻松和贴近生活的方式 分享台港两地生活和文化观察 周三 舍之岂能藏乎 吴瑟智老师 邀请专家学者 剖析香港现况 多元视角 让您迅速掌握 东方之珠的未来形式 周四 想跟你聊聊天 主持人张明天 会挖掘香港圈内 新奇有趣 特别的资讯 邀请各行各业 各阶层来宾 与您聊香港 周五 港市大台党 王美宁将为您上菜 与您谈食事 独历史 看风景 尝美食 品风尚 道人生 每周一到周五 晚间十点到十点三十分 央广带您 这样看香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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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广带您 与您 今天节目呢进行到这里 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说声再会了 如果大家对于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的话 欢迎大家可以写信或是写email来跟险情分享 来信的话呢请你记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 中央广播电台青春一起背节目收就可以了 如果呢大家寄email的话 请你记到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也祝福大家周末假期愉快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